其實香港的戲院業是很成熟的 其實香港任何現在有戲院在經營的地區 其實生意都是做得不錯的 我們因為著力發展香港戲院業務 所以馬鞍山是一個人口很密集 對娛樂、戲院需求我們都覺得很恩切 所以一有業主當有這個機會 給我們的時候我們會爭取 因為我們新來這個區 不過我們也掌握到這個區一些消費看戲的模式 但也希望種類比較多 我們想種類比較多 然後在過去一路試的過程中 其實就選對觀眾喜歡看的 我們就放進來 其實都沒有說一定是什麼戲 主要是家庭、家庭的戲就一定是主打 由晚上五夜場 以我的了解 其實之前未必是這麼常有五夜場 我們都希望娛樂到一班想看出來夜街的觀眾 我們都會照顧到 其實我們覺得很有競爭力 因為始終是一個社區 而我們都收到很多街坊、觀眾 在這裏說 不要第二天開了很貴 其實我們想告訴他們 不是一定一個新品牌來 然後我們就會 價錢會漲高很多 我們都要看那個社區 其實能夠接受的 或者都要購買的 我們就定了這個價錢 我們的宗旨就是 咦?你進戲院? 不只是吃 喝汽水、承泡膏 然後一隻熱狗 就這樣包一條腸 擠一些茄汁 已經不是那種了 戲院的餐飲 那種小食 其實是 比較多 所以每一間開外都會想 很多不同的新的食物 給觀眾 我自己如果是一個 都是家庭為主的地方 因為它的桌子也會有很多 我之前在業主那邊也有報道 就是說 游冰場 很多這些 真是希望一家大小 可以去花半天、一天 是一個大的桌子 那我們那個 選的電影 都會是這一種為主 現在我們希望看到的 就是有沒有一些新起的場 就像倉城那些 是新起的場 那我們就 如果希望一些 以前沒有戲院的社區 應該都會有 現在我在想 如果想最大 其實一個是 啟德新發展區 那裡應該都會有 很多不同的發展 我們看看會不會那邊 會有呢 我們都會看 中環打喉 例如 上環 西環 其實是沒有的 完全是零的 最近你都要去到 如果現在應該是 IFC或者外娛樂行 變成一些 以前可能 戲院業很 興盛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大的院 現在已經沒有了 變成那邊 我覺得是可以了 好